結束了 這一切 都已經結束了 我說過 還沒結束吧 明抗議民眾從舞台後方的觀眾席扔出一隻鞋子 想不到吧 以前總統跟民眾視為距離的 民國105年後最偉大的發明絕對是古搞機 說回大九發現近日藍軍選情一片膠著 不出意外的話 大九就要握手讓他出意外了 大九開始公開呼籲藍白河 甚至主動牽線兩方合作 跟著我左手右手一個慢動作 右手左手慢動作衝破 這首歌給你快樂 你有沒有愛上我 被花美男大九誘惑的柯文哲 短頭終於發現被坑慘了 趕快提出再起協議 只能說交還是老的辣 整形還是找別家 小心喔 第四名 郭台銘對藍白河的反應 明明名字是台銘 卻是全台灣最不會抓貪命的男人 自年前選舉想當國民黨敗頭大哥 結果證明了新台幣打不過脫髮技 被托辭案在地上唱夜席 郭董奮而退黨 自年後以為掌握明信密碼的 他再次捲土重來 快速取得黨籍成功抽插國民黨一次 結果郭董其實不懂 又被喉喉案在地上做歹集 郭董哭了誤了抄脫了 國民黨的甜言蜜語 就像渣男口中的愛你 講講而已 再次分而獨立參選 致時證明分多了會變分 獨立參選被中共統一刀狠的 富士康被查稅後至今誰已 再等到四角都如今變成雙強蒸發 加一個跳抖音的 郭董應該回顧當初做的決定 那就是跳抖音 沒錯就是抖音 不然你以為是 放著幾百億家產不好好享受 跑來參選被當小丑嗎 不過沒關係 小非有一計 只要不選就不會輸 不輸等於贏 郭董其實根本都還沒選過總統 所以郭董一直贏 而且都贏麻了 那郭董這次會繼續他的不敗紀錄嗎 但是不要忘了 我再來繳稅 第三名 路阿清德對藍白河的反應 民調號稱有40%支持開局 就在藍方主堡前跳舞 躺這選也能贏的賴富路阿功德 只要1月大選過各水520 就能新鮮產地直送總統 扶我大賴天子原本睡得好好的結果 15號夢到侯科配下出一身 和從躺停選變成要做這選 假如做這還沒選上 國民黨會放過他老家的為劍馬 挖裂極了極了趕快請進辦拍個情樂片 柯文哲難道是把國家還給國民黨嗎 政變後撕倒川丘服務選民 我大概只有一句話 就是空 空 最後在麥格中共任之作戰芒果乾套餐 總統 相較於其他候選人 戰爭的風險是最低的 曾經說要請習大大喝拳 唐真奶的台獨金孫愛清德 四年前說抗中保台四年後說服會戰爭 最多就是有飛彈從頭上飛過選情 倒極不算胡言亂語八翻個身起床賣個芒果 翻民調直衝50%又可以睡回龍 叫羅連競選行程都不用跑了 明年520等就職在叫行我搞了這麼多 還不是只有黨能選8年又8年台灣快點地址好不好 第二名 習近平對藍白河的反應 等一下這事情跟習近平有關嗎 當然有關了智商157的阿北 會知開所有幕僚被三名猛男官 即密室簽訂不平等條約嗎 笑死怎麼想都跟阿共有關 不然為什麼政論節目都知道 關在密室協商的阿北臉色大便 看這幾天的政論節目 誰拿一張紙給我看好臉色大便好 所以我在中國看的同時被人家 這不知道只有四個人 是誰丟出來的 不止通敵的把柄抓到了連攝影機都架好了 就準備拍整人大爆笑的芒果乾果然有不過 實說你吃兩碗粉就是兩碗不服自己切副 不如普羅至於習近平對藍白河的看法是什麼 我想他當然非常樂見 中國國民和台灣民眾大合體 不過民調出來後 應該會先連夜檢討 為什麼當年毛澤東不讓國民黨6% 沒以上純屬造謠高機率 習維尼根本不fucking care大黨輸小黨 我們KMT老擅長了 從上世紀輸到現在不止熟練了 還學會賴皮了 維尼應該只想問一句舒爽沒 第一名 不管拉藍白一定和 18號藍白河的結果公布 然而有公布卻沒有結果 馬小九直接哭暈在廁所珠大哥 3%認知有錯 喉探長歸懶趴很火科學家 6%覺得不妥藍白河根本超可波 有人不當天要去當別黨的舔狗國民黨計算 認知不同民眾黨對誤差不接受一個3%各自解讀 買狗大 我以為是我欺負跟老師要分數 賴功德一個月前就已經在家 開香餅慶祝 現在可以直接開睡 躺贏在總統府藍白兩邊 戴戲托棚 當初就應該直接猜拳 決定誰正誰父 或是去實名面前 把悲問媽祖婦人 就去南洋街問陳莉或張去看 會不會有出正負3%的想解阿北可愛阿北物 時早知道科匹這麼喜歡 踩陷阱卡侯市長 當初就應該直接讓60%真是成事故出 總統變成是國家的亂源啊 選舉最大的秘密就是票多的飲票少的輸 都不是是這一句 得民心 得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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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新聞我們下週見